看著毛茸茸的北極熊在白矮矮的雪地上玩耍 是許多人的最愛 然而北極熊的數量一直是令人擔憂的問題 因為全球暖化使北極熊減少的消息 也不斷在重複著 但根據加拿大長期研究北極熊的動物學家 蘇珊·克羅克福德 最近在加拿大金融時報的撰文中指出 儘管危言聳聽著一直在傳播 全球暖化導致北極熊減少 但事實上北極熊數量非但沒有減少 反而正蓬勃發展 雖然在2006年後 夏季海濱已奏降至2050年的預估程度 但北極熊的數量並沒有按預計下降67% 也就是說自2005年以來 原先估計的超過15000隻北極熊會消失的假設 並沒有發生 而根據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的 冰尾物種紅色名單報告顯示 在2015年全球的北極熊數量 估計為26000隻 比2005年時估計的22500隻多了3500隻 如果估計屬實 代表北極熊數量不但沒有減少 而是略有上升 此外研究人員隨後也發現到 白麗海峡以北的海豹 在夏天海濱少的時候 因為更容易捕食魚類 所以數量也跟著顯著上升 這意味著在來年春季 北極熊可以捕捉到更多肥嫩的小海豹 而在整個北極地區 可能都有這個現象出現 克羅克福德在最近發表的 北極熊2017年度狀況報告 還指出 科學家早在1970年代就發現 從60年代開始 在春季的時候 伯福特海南邊海域的海賓 會以每10年一次的週期發生增後 使北極熊的主要食物海豹 離開該海域 導致當地北極熊數量直線下降 這樣的現象在2014到2016年間 又再次發生 卻遭政治化的學者描繪為 是全球變暖造成的 而北極熊也長期成為 全球暖化現象的假偶像